亦要連結第四集又和大家見面了 由於教會已開放,回復了實體崇拜 喂,Michael,為何你在這裡? 你放完暑假了? 我在這裡,因為我和你一樣是一家人 你是教會的執事 而我是教會基督少年軍97分隊的組員 大家都是承沈家的一份子 那你又說得挺對的 今次是我們第一次拍檔做大宋主持 你有沒有緊張? 我當然,不告訴你 那我告訴你 由於政府防疫限聚措施的改變 教會可以逐漸回復正常聚會 亦要連結這個節目,將會告一段落 在五月份,我們將會有另外一個節目 和大家繼續保持連結 甚麼節目? 遲些告訴你吧 不過提醒大家 由於政府現在已經實施了疫苗通行證 任何人進入教會的範圍聚會 都要出事安心出行和斟止 幸好我也打針 聰明 你小時候有沒有玩過猜情沉遊戲? 有,我們叫做包剪鎚 我也玩得挺厲害的 那我們就要比試一下 好,來 青春魔教叉燒包 好耶 其實猜情沉真是又容易玩又好玩 其實人與人相處都好像猜情沉一樣 兩個人要有互動 經常要猜猜對方的行為和想法 才了解到對方的情緒反應 然後摸索到怎樣和人建立深入的關係 沒錯啦 這個定證是今年的教會主題 基督事主與己與人結連 成年部為了幫助弟兄姊妹實踐 在4月16號和17號 一連兩日舉辦了一個網上牧養講座 知己知彼猜情沉 反應很踴躍 差不多有300人參加 這個講座是幫助大家學習 怎樣在生活上與人結連 大家看看當日學員網上演練的情況 以至到我自己知道 我要回應一個愛我的人 我也要做好自己去回報你 要多謝我太太 她包容我自我 因為我相對來說 她會忽略的 忽略去欣賞她 忽略去感謝她 其實女兒 我們真的很感動 我們沒想過 我們兩夫婦經歷四分之一的世紀 以後我身外的女兒 會和我們慶祝 令到我都覺得自己 要多多學習 要有一個好的上進心 太太、月芳 欣賞的時候 她對兩個兒子 和我都很有忍耐心 爸爸 我也要很感謝你 因為你在家裡 你退休後 就好好照顧家人 好 十字架 十字架 永是我的榮耀 我終醉到世情節 為靠耶穌補血 咦,Michael 唱得不錯 可能是遺傳 我爸爸也唱得不錯 我想也是 最近都聽你唱這首 十字架為我榮耀 為什麼呢 因為我有一個教會 大哥哥朋友 他最近都說沒有空 說要參加一個 十字架的網上營會 我 面對這個突如其來的暑假 少年人很多原本的計劃被打斷 帶來很多負面的情緒和感受 我們這次舉辦這個營會 很想告訴少年人 不要因為生命裡有少許的困難而放棄 所以我們堅持去舉辦網上營會 另一方面 這個營會叫CROSS 有兩個意思 十架和跨過 我們盼望透過營會 可以幫助少年人 去跨過他們在成長階段 不同的困難 更加重要的是 去靠賴我們那位 為我們在十字架上犧牲的耶穌基督 我們一起頻順跨過 營會已經去到尾聲 最後那一天 會在受苦節當日去以進行 當日會有敬拜、信息和見證的時間 我們盼望這個不一樣的營會 在這個不一樣的暑假裡 讓少年人更深去經歷上帝 在信仰中摘根 而當中 他們也有很多的分享和感受 很開心可以在這個暑假中 加入CROSS的營會 在案內可以見識到 有很多不同的朋友 而且很明白 在Zoom教育營會也很困難 所以很感恩 可以在這個暑假很無聊的時候 有這個營會可以讓我們去參加 Michael 你問了我這麼多問題 這次輪到我問你 好啊 你知不知道 教會在亞街老街 206號這個建築物 是哪一年正式啟用的 1964年 厲害 你爸爸那時候都未出生 你對於教會現在的設施 有甚麼感覺 我們教會有這麼多年歷史 當然有懷舊的感覺 好像那些電梯 我都只是在粵語長片才能看到 你又有看粵語長片 那你想不想見識一下 教會即將更新那部電梯的樣子 好啊 你看一下 眾所周知 我們的2號升降機 都比較久了 適逢在2019年的時候 機電處有一個指引 要所有的舊的升降機 做一個特別保養 在這個特別保養 就每半年做一次 在事務部的討論 和經過執事會的意見 我們就決定去更換 這個新的2號升降機 在這個升降機更換之後 相信一定會更加安全 另外我們又會擴大了 升降機裡面的空間 以至輪椅可以進入的時候更加方便 另外我們會更新一個無觸控的電梯鍵 以至我們去按這個電梯的時候 是不需要接觸到的鍵 另外我們又會加一個顯示屏 可以將所有教會的資訊放在裡面 以至乘升降機的人 可以看到教會的資訊 新的消息 這個工程我們5月就會展開 所以我們期待有新的升降機使用 教會用了這個無線網絡 其實已經用了十幾年 在三個年前 我們已經開始構想 教會有一個中央Wi-Fi 除了管理和安全都可以提升之外 更加多的義工可以用到這個Wi-Fi 到去年2021年 教會成立了網絡模樣事工 並且提出這個Wi-Fi覆蓋範圍 可以覆蓋教會的各個聚會點 這樣一個覆蓋全教會的中央Wi-Fi項目就開始了 中央Wi-Fi的工程由2021年的10月開始 直到2022年月底完成 現在已經進入了測試和微調的階段 教會回復實體之後 大家回來就可以用到這個系統 現在教會大禮堂有四部攝錄機 已經用了五、六年的時間 開始出現老化的情況 和有點蒙 所以事務部就決定把所有攝錄機都更換了 亦都希望提升教會的直播質素 和讓大家都可以在家裡的時候 或者在網上收起教會的直播的時候 就有更美好的體驗 阿余得士 你認為讀書有甚麼用呢? 讀書很有用的 讀書可以增長知識 開闊視野 明辨是非 更加認識這個世界 預備你將來做一個有用的人 我明白的 那讀書 怎樣才可以讀得開心呢? 很容易 很開心地去讀就可以了 我又明白 那我就要參加 警察會舉辦的 喜悅共享讀書計劃 沒有的? 為甚麼沒有的? 找不到的? Alfred 你在找甚麼書? 沒有啊 零修書和識經書就找得多 但我硬是找不到猜存書籍的 猜存書籍? 那當然要去六樓猜會 是呀 因為六樓有猜會的資源中心 是的 我還想介紹你參加由猜會舉辦的 喜悅共享讀書計劃 咦?我好像聽過 這個計劃究竟是做甚麼的? 這個計劃就是 給特兄姊妹在疫情下 在疫情之中 都可以透過閱讀宣教士的生命見證 見到上帝在不同文化群體裏面大大作工 我們自己都可以得到激勵 正呀 那我還未可以體會到 宣教士在前線的挑戰和當地的福音需要? 是的 對呀 我們一起好好裝備自己 實踐大使命 很有意思呀 可以怎樣參加的? 很簡單 只要在網上面填報名表 差勞的同工就會聯絡你 告訴你怎樣去拿書 看完書之後清潔 就可以送給親朋戚友 真真正正做到 自己喜悅 又跟別人共享 共享? 那你就可以讀完之後告訴我 哎呀 一起讀吧 快樂 開心快樂的時光過得特別快 Michael呀 突然之間這麼感慨 我第一次跟姚執事同台合作 做逆耀連結的主持 我真的覺得很榮幸 希望還有下一次 能夠跟你合作 都是我的榮幸 不過相聚有時 分散有時 都不知道何時可以 不如我們再約相見 其實我們每天都相見 我的意思是 4月24日 禮拜日下午3點 教會有一個特別的網上 會友交流會 我想約大家一起見 4月24日 禮拜日下午3點 會友交流會見 亦要連結 因為我們真是一家人 二人 會是 會呈你 沒有